就在上个月的15号 美国驱动力网站战区专栏 发布了一篇访谈文章 详细介绍了美国空军的F-16战机 换装新型的ANAPG-83 主动向控阵雷达的前景 而早在这之前的2月28号 美国空军的帕特森空军基地 就曾经向外宣称 将对608架F-16C-D 进行美国空军历史上 最大的现代化改造工作 总耗资大约是63亿美元左右 改装工作主要由 诺格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 以及美国空军的6个司令部 和18个基地来负责 共同推动这项改进工作 那么这次改进又为F-16 换装了些什么呢 美国空军为何致力于 对4代机的改造呢 别急且听大兵细细讲解 根据美国空军公布的消息 这次升级的F-16C-D 将以代号为魁蛇F-16 Block 70为标准进行升级 总体升级项目多达22个 其中主要包括安装 AESA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ANALQ-257电子战系统 Link-16战场通讯和高速数据链 并且对驾驶舱和任务计算机 进行了更新 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改进的 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AESA雷达 也就是格鲁曼公司的ANAPG-83雷达 不同于先前的F-16搭载的ANAPG-66 和ANAPG-68雷达 83雷达呢 是一款强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有着更好的态势感知能力 以及灵活性 和更快的全天候目标瞄准能力 该雷达能够为飞行员提供 更为具体的目标区域细节和数字地图 而且具有旋转和缩放功能 格鲁曼公司曾宣称 83雷达采用了与F-22战机的ANAPG-77雷达 和F-35的ANAPG-81雷达一致的软件和硬件 直接是让F-16战机具备了五代机的雷达水准 而且83雷达呢 在设计之初时 便考虑到了F-16战机的动力 结构 以及冷却限制等条件 不需要修改机身 就能够完成换装工作 在性能方面 83雷达的探测距离 扩增到了约370公里 相较于之前的F-16AB 在雷达探测距离上提升了近30% 不仅大幅提升了侦察半径 强化了空战能力 而且还具备了对空搜索 追踪 武器导控 通讯和电站等功能 再加上它能提供更高解析度的影像 就算是恶劣天气条件下 也可以精确地识别 并且打击目标 而且呢 除了空中目标外 该雷达还能够追踪固定和移动的 海上和地面目标 此外 该雷达的研发是始于2007年左右 美军内部是将83雷达 称为可变敏捷波束雷达 在2008年11月进行了首次测试 进行了一系列的飞行演示验证 成功检测并且显示了多个空中目标 而且还生成了高分辨合成孔径雷达地图 之后在2009年6月7月间 83雷达是首次安装到了一架F-16战机上 安装过程不到5个小时 在保持现有的F-16战机机身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实现了与发动机 制冷和航电系统的无缝集成 再到了2010年初 搭载了83雷达的F-16验证机 进行了一系列试飞 后来在2011年6月 美国空军对外发布了一份信息征询书 准备从2017年起 对300到600架较新的F-16战机进行升级 2014年12月12号 格鲁曼公司向洛马公司交付了首部的EMD型83雷达 在完成所有设计评审工作后 格鲁曼公司便从2015年开始批量生产此型雷达 并于2017年3月在F-16战机上 对83雷达进行了进一步的测试 直到2017年5月 美国空军授予格鲁曼公司一份价值 2.43亿美元的合同 计划采购72部83雷达 并在2019年12月19号 美国空军又投入了约10亿美元 计划为372架F-16战机 换装83有源相控阵雷达 在这之前 曾有专家分析认为 83雷达拥有更大的带宽 速度以及灵活性 并且能够使得F-16更快 更远距离的探测 识别跟踪更多数量的目标 而且能够提高F-16的武器投放 抗电子干扰 空中格斗 以及空对地跟踪能力等等 此外83雷达拥有着很强的兼容性 除了F-16战机外 还能够安装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-18战机 以及美国空军的B-52H B-1B轰炸机 除了对现有的F-16CD战机进行升级外 美军新生产的Block 7072P4的F-16 也会搭载83有源相控阵雷达 就在今年的3月14号 美国空军寿命周期管理中心曾经宣布 该中心的战机与先进飞机理事会 在3月10号与格鲁曼公司签署了一份 未定价的更改订单 要求其在18个月内完成 对ANALQ-257魁蛇电子战套件的开发 集成硬件认证测试 并制造和提供工程与制造发展阶段样品 以便在现有的F-16战机上进行飞行测试 按照预定的计划 美国空军会在未定价更改订单之后 于2020年底和格鲁曼公司签订一份 总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正式合同 不过在售出该未定价更改订单之前 美国空军已经在上一年6月 授予格鲁曼公司一份总金额 4000万美元的其他交易协议纠定 以此研发魁蛇电子套件的 飞行环境和安全性认证原型 美国空军认为 魁蛇对于加强F-16战机 在对抗环境中执行任务时的保护至关重要 能够确保该战机符合空军参谋长 在战斗机路线途中的一些设定 作为F-16的下一代电子战系统 魁蛇的设计满足了美国空军开放式任务系统的要求 不仅能够支持光纤拖叶式诱饵 自适应认知处理 还有着开放式系统架构兼容等未来升级 此外该系统与83雷达有着良好的互通性 能够极大的提升F-16战机 在应对现有和新兴威胁时的生存力以及杀伤力 此系统研制的一个关键 便是应用了中间层采办方式 能够充分利用国防企业之间的竞争 在不牺牲性能的前提下 极大降低成本和时间 而在此之前 搭载了83雷达的NGEW系统的F-16战机 曾在美军2021年8月北方闪电演习中 实现了从脉冲到脉冲的多功能互用性 有可能意味着雷达和电子战系统 能够以少数脉冲间隔时间分时交替工作 因为其间隔时间很短 所以两者基本上是在同时工作 另外 这还意味着83雷达已经具备了电子攻击能力 各位要知道 现今美军至少已经有F-22、F-35等战斗机的雷达 具备了该能力 这次是美军自2005年 透露EA-18G电子战机的相似能力特征后 再次披露相关的信息 在当时EA-18G的AN-APG-79有源相控阵雷达 和AN-ALQ-218电子战接收机 新型通信对抗系统可以协同 能在进行攻击性电子干扰的同时 保持电子监视 以及基于射频的无源态势感知 这种能力也被称为接收机间隔探测 想要实现 就必须在通信对抗系统 电子战设备 以及基载雷达辐射波数时 先中断接收机的工作 然后以分时的方式使系统完成两种功能 格罗曼公司最近的演示中强调了 从脉冲到脉冲和多功能互用性 可能代表其雷达电子战系统 在多个方面 以及功能上的协同水平都有了明显提升 按照原定的计划 美国空军将在2023年初启动研制实验 作战实验 以及作战评估工作 并在2024年起投产并且为机队换装 此外 由于大量的数据交换 所产生的高速输入输出带宽需求 F-16还会换装新型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和数据总线 处理能力和速度要远大于之前 并且具有多个高速通道 新数据总线的高度可靠性改善了电磁兼容性 并为处理更多的数据流出了充足余量 经过这次的升级改进 可以说F-16已经无限接近五代机了 其实美国也是不想一直改造四代机的 主要是因为目前美国五代机F-22和F-35 抛开已经停产的F-22不说 F-35近些年来是一直问题不断 甚至就在上个月的29号 美国空军司令部直接下令停飞了全部的F-35A战机 原因是马丁贝克公司的弹射座椅生产事故 座椅的一个炸药驱动装置发现了异常 这问题很快就被追溯到了制造过程中的一个缺陷 此外在上一年的1月份 当时韩国的一下F-35A着陆时起落架出现了故障 导致其肌腹部着地迫降 随后韩国空军便停飞了所有F-35A机队 在此之前美国因燃料管问题以及一系列其他硬件和软件问题 甚至停飞了全球所有的F-35战机 其实该战斗机服役多年之间 在世界上一直就颇有争议 虽然该款战机在气动外形设计上拥有了革命性的发展 比如说无负面层格道超音速进气道设计等 并且可以同时担任战场多面手的角色 例如说让其充当实施电子干扰的战斗机 小型预警机以及战术轰炸机等等 但是却依然存在许多没能解决的一系列大问题 简直让美国及其盟友国头都快炸了 再者就是自从F-35战机正式服役之后 就算出现了制造成本越来越高的状况 当时就算是基本型号的空军版F-35A 其制造成本也曾一度上升到了3亿美元之上 虽然随着近些年的发展 该战机的单价已经下降到了7000万美元左右 但是其本身依然存在大大小小超过800个各种缺陷 再加上十多个A级缺陷 依然是极大拖慢了各国空军列装F-35的进度 而且还有一点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就是F-35战机依然还未进入到里程碑C 也就是全速量产的阶段 此前美国防务媒体突发防务 曾经在2021年报道称 F-35战机联合计划执行官艾里克菲克中将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将会在2021年12月份 与五角大楼的作战测试与评估部门 武器装备采购部门 以及空军和海军进行商讨 希望可以尽快确定F-35战机 最终模拟测试时间 当然说的就是这时间呢 应该是不低于2022年1月份 但是这都8月份了 依然没有后续消息传出 而其除了最终模拟测试 至今未能进行之外呢 F-35战机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导致其迟迟未能进入全速量产阶段 这便是F-35新的后勤系统 即作战资讯整合网络 该系统的研发 主要是用来取代臭名昭著的 自动化后勤资讯系统 原本按照美军的计划 前者呢 应该在2022年初就开始交付了 但是后来由于五角大楼 不舍得太早淘汰 自动化后勤资讯系统 直接搞得美国空军 自己心态都炸了 不过呢 也不能说五角大楼太扣门 毕竟为了战机的成本考虑 当年研发这款后勤系统 可是花了美国老大一笔钱的 根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在最近几个月 就F-35战斗机项目的表现 发布了多份令人沮丧的最新报告 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 就在近日一场两小时的听证会上 F-35联合项目办公室负责人回答了议员们提出的问题 引起了议员们的愤怒 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指出 F-35战机依然面临着任务能力低 未达到可靠性目标的困扰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 F-35的维修成本比设定的翻了一倍 每小时的飞行费用已经达到了4.4万美元 考虑到每年每架战机的飞行时间都在200小时以上 往往是300小时 那么它每年的维护费用就达到了近千万美元 这是非常致命的 其实按照国会老爷的想法 F-35相较于F-22猛禽 是作为更便宜 维护成本更低的五代战机而研发的 经济成本低是最为重要的 之前的F-22就是因为过高的运营成本 在服役了仅仅4年后就终止了生产订单 导致F-22很难承担中等规模的部署任务 所以F-35便要在部署规模上来弥补 F-22的缺憾 按照国会老爷的计划 F-35的部署数量应该是在F-22的15倍以上 但是现今F-35依然高昂的维护运营成本来看 想要达到这种大规模的部署 可能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所以国会老爷今年购买的F-35计划中 2023年仅仅采购了61架 比之91架的采购计划少了35% 这也是多年以来F-35战机购买量首次大幅下降 美国的这次选择呢 其实是为了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毕竟作为五代战斗机的引领者 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强大的F-22 先不论外界评价如何 以真实战力和配备来说呢 世界上根本没有哪个国家的战斗机能与之媲美 这便是实力的差距 不过也正是由于太过于强大 导致了技术领先 空优作战 造价高昂的F-22猛禽 在美国近些年来的对外战争中呢 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毕竟F-22战斗机至少在现今时代 其象征意义是大于实战用途 在近几年的小打小闹冲突中呢 反恐可以由A-10油猪攻击机负责 打伊拉克又有F-15和巡航导弹 低烈度空战那更是F-16的拿手系 就算是应对某些小国相对完善的防空系统 那还可以出动F-35 进而导致F-22这种战机呢 根本就没有出场的机会 毕竟你总不能用五代隐身战斗机 去打三代机吧 那不就成了高射炮打蚊子了吗 太浪费了 所以升级四代机就成为了最优选 总结来说 作为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的四代机之一 F-16至今仍然很活跃 机群规模也十分庞大 所以这次的F-16升级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同时随着机载雷达技术的不断发展 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必然会成为新型战机的标配 F-16想要继续保持优势 就必然要对雷达系统进行改造升级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大家认为 换装了新雷达之后的F-16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 如有披露也欢迎各位指出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 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